好,那今天这一段片主要是讲我们怎样温个心脏 温个心脏的时候,第一件事我们就要留意下方这个flow charge flow charge就是讲我们的血液怎样流动 第一件事就是讲vina cover 所以讲大静脈,由右边开始看,然后再由左边开始看回来 右边开始看,那我们见到这条很粗的两条大静脈 然后将身体全部的血液聚集回来心脏 第一个回来的地方先由上面收起,所以去到right atrium 由right atrium,然后收缩,将这血再经过这个tricuspid valve 去到right ventricle 去到right ventricle之后,它再收缩,然后就会经过这块similar valve 这个门通过去了,然后再bump离开了我们的心脏 经过这条pulmonary artery 那pulmonary artery呢,pulmonary是跟肺, artery是离开心脏 所以换句话来说,它负责出血由right ventricle 带去肺带去肺那里的,好,搞定一半了 那搞定一半的时候,在肺那里,我们留意到 那开始进行gas exchange涵体交换 那想拿回一些oxygen回来 那拿回oxygen回来的时候,我们又想把这些大洋的血呢 泵去全身不同的地方 那所以先去到心脏先,那所以要经过那条vein回到心脏 那这条呢,就叫做pulmonary vein了 那就是将我们的血液呢,带回来心脏 那当带回来心脏的时候,我们这里的left atrium 再收缩,把这些血呢,泵入去left ventricle那里 那里,同样地都会经过一块的反膜 那当经过这块反膜的时候呢,就落到left ventricle了 那left ventricle再收缩的时候呢 那这样就把血液呢,再泵入去我们的大动物Aorta 那而经过这道门呢,又是叫做similar raft的 那所以呢,我们其实都见到一个周期来的 然后去到身体不同的地方 用完之后又回到我们的大静脈那里 那所以呢,留意到我们的血液流动的flow chart 那我们留意到不同的空间的特点了 那第一个留意一下,我们右手边先 右手边呢,这个叫做right atrium,是上面的空间,右边的空间 那所以呢,就叫做right和atrium 那然后这里呢,其实血氧气成分是比较低一些的 因为它的血呢,是来自于Vinacarva的 那而Vinacarva呢,是最粗的vein 来的,最低的血压呢 然后呢,它的氧气含量都很低 为什么呢,因为它专收回全身角柱的血 而身体各处呢,应该是做respiration 用了当中的oxygen去release energy 那所以来到right atrium呢,那个oxygen content 和right ventricle的oxygen content 都应该是很低的 就连这个pulmonary artery 由于它没有去到肺 所以你看到蓝色的全部 都是很低的oxygen content 那但是呢,当它入完肺之后呢 回来就变成了红色了 那所以你看到红色的部分呢 就表示其实它带着oxygenated blood 那所以它们的氧气含量呢,是很高下的 那然后呢,我们留意到最重点是什么呢 最重点就是这个left ventricle 我经常都问的,就是鼻子柱 通常我们怎么看完分的左边和右边呢 其实是看这个muscular wall 那你会看到这个muscular wall呢 是比右手边的muscular wall更厚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fake muscle wall 为什么呢?因为它要省下一个较大的force 去将血泵到全身较远的地方 那所以这一层肌肉呢,就会厚很多了 那然后呢,我们再学什么呢? 再学就是说,其实这里有几对不同的wave 那包括了位于脚底部的 seminar wall 又好,又或者bioscapital triscapital wall 其实它两类型的wave 都是防止血液倒流 prevent the backflow of blood 那倒流去哪里呢? 那很简单而已 如果我们说这两块bioscapital和triscapital 的话呢 那就是prevent backflow of blood to the atrium 那至于这个呢 它是反方去想就可以了 prevent backflow of blood to the ventricles 那所以我们就留意到 那些血液应该要怎么流 而它的作用呢,是预防防止血液倒流回的 而中间也说过了 其实有个甲去将左边和右边的心脏分隔开去 那就免得两边的oxygenated blood 和deoxygenated blood 混在一起 如果这里真的穿了个洞的话呢 那就是心漏病 那心漏病的话 两边的血液就会混在一起 如果混在一起的时候呢 很明显啦 如果说左边的话 它氧气含量就会下跌的了 那所以如果泵出去的血呢 氧气含量少了的话呢 那就出现了问题 那如果泵去那个地方 在泵去那个脑那里的时候呢 那问题就是我们不够氧了 那我们就会很容易累了 又或者呢 其实是很容易暈倒的 那这一个呢 就是有关我们怎么使用这一张图 帮自己混习啦